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会不敢愿下去 慈悲喜舍 我们也应该将慈心散发到所有众神神上 何谓慈心 即在众神心中是慈心的 慈心的行为 慈心的境界 不含敌意的慈爱 2.满怀悲心的人 因如何将悲心 散发到某个地方呢? 正如我们对于一个不幸或罪恶的人充满悲心 同样的 我们也应该将悲心 散发到所有众神身上 何谓慈心 即在众神心中是悲心的 悲心的行为 悲心的境界 不存残酸残酷的悲心 3.满怀悲心的人 因如何将悲心 散发到某个地方呢? 正如 我们对于一个可爱 友善的人充满喜心 同样的 我们也应该将喜心 散发到所有众神神上 何谓喜心 即在众神心中是喜心的 喜心的行为 喜心的境界 不存嫉妒的喜心 4.满怀悲心的境界 满怀悲心的人 满怀悲心的人 因如何将舍心 散发到某个地方呢? 正如 我们对于一个既不是友善 也不是不友善的人 充满舍心 也不是不友善的人 充满舍心 同样的 我们也应该 将舍心 散发到所有众神神上 何谓舍心 即在众神心中是舍心的 舍心的行为 舍心的境界 不存忧虑的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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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促进他人的幸福 2.他的作用是追求幸福 3.他所显露出来的 是烦恼的解除 4.激发他的原因 是看见众神的可爱处 5.能把恶念去除 是他的成功之处 6.引发了自私的爱欲 则是他的失败点 6.悲心的特质是 1.促使他人解除痛苦 1.促使他人解除痛苦 2.他的作用是 不忍心他人痛苦 3.他所显露出来的是 仁慈与怜悯 3.他所显露出来的是 仁慈与怜悯 4.激发他的原因 是看见众神受苦时的无助 5.克制了残忍 是他的成功之处 5.克制了残忍 是他的成功之处 6.引起伤感 则是他的失败点 6.引起伤感 则是他的失败点 7.喜心的特质是 7.一 能为他人的成功 感到快乐 7.二 他的作用是 续除妒忌心 7.三 他所显露出来的是 厌恶心的解除 7.三 他所显露出来的是 厌恶心的解除 7.四 激发他的原因 是看到了众神的成功 7.四 激发他的原因 是看到了众神的成功 7.五 克制了燕恶 是他的成功之处 7.五 克制了燕恶 是他的成功之处 7.六 引起伤感 则是他的成功之处 8.五 故义 作乐 笑闹 是他的失败点 9.五 品成究 8.四 支柔 8.一 纪薑 8.一 纪薑 8.比沙裔 Mud 舍心的特质是 1. 促使自己对众生一视同仁 2. 它的作用是能看见众生的平等素质 3. 它所显露出来的是平息了喜好感与厌恶感 4. 激发它的原因是看到众生的业 4. 了解众生是他们所造的业的继承者 5. 是他们自己选择要不要快乐 6. 要不要脱离痛苦 5. 即要不要从他们所取得的成功中堕落下来 5. 秉出业务感与喜好感是它的成功之处 6. 在生活中引发了对无知的毫不在乎 6. 是它的失败点 9. 应该如此思维 9. 此心的高尚特质 1. 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 9. 不顾他人利益的人 9. 今世得不到成就 9. 来世得不到快乐 1. 来世得不到 Roscold 1. 来世得不到困難 2. 愿意帮助所有众生 但不慈爱自己的人 又怎么能证得涅槃呢 3. 如果你愿意统领大众 证得非凡的涅槃 9. 先祝福众生 获得世俗的福利 4. 你应该想 单只是空想 是不能提供众生福利与快乐的 让我努力去实践 5. 你应该想 我现在支持他们 促进他们的福利 过后他们就会是与我分享佛法的同伴 6. 你又应该想 没有这些众生 我无法累积 达成正觉的必要因素 因为 他们正是修持 与成就佛性的原因 这些众生 这些众生是我积得 众无上善根的无比福田 所以 他们是至高的崇敬对象 7. 你应如此 激发那增进众生福利的强烈心愿 10. 为什么 因把此心 推广到所有众生呢 1. 因为 这是悲心的基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二 当一个人以无量心 来为众生谋求福利与快乐 要为众生解除痛苦的心愿 会因此变得坚强稳固 三 背心是陈佛的必要因素 是陈佛的基础 根源与手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一 正如所有星星的光辉 合起来都不及明月的十六分之一 正如在黎明前 星星散发出光亮 同样的 为了能往生在善道而造的善也 比不上能使心解脱的 此心的十六分之一 这 此心所散发的光辉 超越了一切善行 持心 持心的功德 持爱无限滋长 专注信念 观察轮回的宗旨 所受束缚便能减少 凭借纯净的心 向单一生命散发慈爱 就以足让他成为善人 凭借充满慈爱之心 慎者造了大善也 慎者造了大善业 十三 德行圆满的人 不用故意想 愿我脱离奥魁 因为德行圆满的人 自然会远离奥魁 远离奥魁的人 不用故意想 愿我喜悦 因为没有烦恼的人 自然会喜悦 十四 同理 心怀慈爱的人 不用故意想 愿我拥有慈心 因为心怀慈爱 众生之心的人 自然会远离奥魁 自然会远离 远离 远离 杀业的人 不用担心 会与众生 邪恶缘 不与众生 邪恶之人 自然会远离奥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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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悲悯的能力是什么?悲悯有四根支柱 1.慷慨不失 2.智上的善语是反复的,向玄神专注的听众说法 3.最高的帮助是鼓励 4.激发那些缺乏信心者利性 5.缺德者利得 6.领色者不失 7.愚痴者开启智慧 4.愚痴者开启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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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至上的一世同仁 5.是平等、对待、预留者与预留者 6.依来国者与依来国者 7.不还国者与不还国者 7.圣人与圣人 7.这就叫做悲悯的能力 7.阿弥陀佛 我谢谢你给众生的希望 让众生不彷徨 账号土地银行005 账号012-001-195-679 012-001-195-679 护持护生放生超度应生卫生胎儿 慈悲之夜高雄分会中山书访 举办传授八观灾界祭念佛共修 恭请赞江法师赞同法师领诵修持 日期3月19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访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厄路472号7楼 恰询电话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共睦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与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返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法 佛教慈悲之夜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3月28日星期二上午9点 举办清明孝亲报恩超度法会 礼拜慈悲三昧水颤 恭请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生众共同领众 3月29日星期三上午9点举办中风30系念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组法及法务指导生众共同领众 3月30日星期四上午9点半 佛学讲座即佛浅大功 13点30分 余且宴口超度法会 恭请慧态法师 慧量法师 广护法师 共同组法 地点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意 共梦福恩 疫情期间 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医规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